嗨 各位大家好 说了一些金句理论的知识呢 我想在这里插播一段小采访 也要为我们的新的数字专辑打个抠 那么我想针对一些小白和我们身边的一些 对金句不怎么太了解的一些朋友 想要了解金句的一些朋友 我们做一些问题的梳理 然后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关于2021年王培渝最新的数字专辑 渝书答记者问 我们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说专辑封面照片上您拿的是毛笔吗 是的 是一只毛笔 为什么要拿这只毛笔呢 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在半戏勒头的过程当中啊 先勒一块网子 网子把梅掉起来以后呢 要用水纱勒出月亮门 这个水纱呢是用水印过以后 贴在这个额头上勒月亮门的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干掉 干掉以后呢就会翘起来不好看 所以经常我们会在每一场戏的间歇的过程当中 迅速的赶到后台 用毛笔沾一下水 把这个月亮门这块啊刷一下 就让它又亮又贴服又好看 那这个呢是我正好在办戏的时候 在用毛笔沾水啊 它不是墨汁啊 就是清水 沾这个水 沾湿水沙 然后呢正好是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照片 然后用这张照片做了这张专辑的封面 我个人还挺喜欢这张照片的 所以用了它 第二个问题说 鱼书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跟大家说我们在起专辑名的时候 是费了很大的心思和功夫的 同时有四五位小伙伴都来替我们这张数字专辑起名 有人说用鱼音 有人说用延续用鱼脉相传 很多吧 反正一堆这样的这个选择参考 最后有两个字印入我的眼帘 它叫鱼书 书可能是书写 书写什么呢 书写我的唱 书写我的心 书写我过往所有的传承 所以一个书字可以代表 可以概括的内容可能比音更要广阔一些 所以就取名鱼书 介绍你说传统老戏的意思是只唱了很多年吗 这些戏这么多年都是一个唱法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谓传统古的老戏 首先它至少是超过100年以上历史的经典剧目 叫做传统古的老戏 因为从梅先生他们那些四大名诞等等艺术家们崛起以后呢 就告别了过去纯传统古的老戏的时代了 后来就有了很多专属的私房戏 那么私房戏代表作呢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就称不上是传统古的老戏 传统古的老戏一定是相当长的年数 再一个历代的艺术家肯定都学这些戏 都唱这些戏 称之为经典 经典中之经典古的老戏 所以为什么我们选取了七个古的老戏当中的十二段 著名的唱段放在这张专辑当中 一方面首先我个人是非常的膜拜 再一个呢 我也对传统古的老戏天然就有好感 我也喜欢学古的老戏 因为我觉得那个戏啊 那些剧目都是经过了时间的淬炼 筛选了一次又一次 被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过滤过 优化过 迭代过 最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古的老戏它本身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七个古的老戏当中的十二个唱段 放在这个专辑当中 一方面是传承 另外呢 我觉得传承本身它不是克隆 它一定是经过消化思考 再造 然后提现出来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学古的老戏 唱古的老戏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 所以我就在这张新的专辑当中 这七个戏都放进去 还有个问题 说专辑里面有一段节奏特别快 感觉是一口气唱完的 一直以为京剧唱一个字要唱半天 原来也可以唱得这么快 我想这位古的说的就是那个 《琴琼卖马》当中的CD快版 我确实是一口气唱的 这个为什么一口气唱呢 一方面是因为我能够一口气把它完成 再一个呢是因为如果当中我们放了气口 会破坏这个流畅的感觉 因为这段戏本身就是让大家觉得它很急迫 非常紧急 所以它一口气完成 唱下来是有理论依据的 同时技术上能够支持的话 最好是一口气能够唱完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快版都要一口气唱完 还有一个问题说我想问一下录音跟舞台演唱 哪一个比较累 哪一个更有成就感 这个不好说 录音呢是非常集中的把那些你要录的 你要唱的那些唱段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里面 把它完成 那所以呢如果我要再做录音的准备呢 一定是前期至少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要天天吊嗓子 让老师给抠戏指导 找一个最佳版本 这段时间里面我可能集中精力 会做录制唱片的这些 唱段里面的精加工这工作 那么上台演戏呢 它也会需要很长时间 比如说说牌啦 做唱啦 想牌啦 踩牌啦 也会经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过程 这两件事情 其实花的心力和时间是差不多的 投入的这个精力也是差不多的 也都很难 想要把它唱得特别好 最后能够让观众认可 不管是录唱片还是上台演戏 都是一样非常艰难的